Hello 大家好 我是咪咪李子婷 今天我又来给大家分享我的指甲片 上次给大家分享的都是比较夸张 偏欧美的长款指甲片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排练嘛 所以就购入了一些比较日常的短款指甲片 那么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这两款的颜色呢就会比较浅一些 颜色呢就会偏米色跟大底色 有金色和棕色 那么先看这个吧 我觉得比较素 因为还有这个米色 加一些冰跟的这种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一款 因为特别搭衣服 当时我买的就是因为我有很多那种 纯白色 纯黑 纯米色的指甲 所以我就是想要试一下那种 只有混搭的这种指甲片 然后会有一点小设计感 这个呢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会有这种爆纹的元素在 因为今年是苦年 爆纹特别流行 我买很多那种爆纹外套啊 爆纹夹子 很多爆纹元素都买了 刚好这个指甲片也有爆纹 我觉得就应该入手的东西 那我先给大家试一下这两款吧 也是跟上次一样 我今天还是先用这种果冻胶 跟在自己的指甲上 因为我这一次在出差 出 出差 对 我自己在出差 然后就没有带很多的指甲胶 都好了 然后我们先看这边 这边呢就是米色和金色的 我是觉得上手了之后 给那种很温柔的感觉 而且我今天穿的这个白色的 上衣就感觉很女人 这边呢就是爆纹的那个款式 其实这两款你看嘛 就看不出来是两个款式 其实一起这样子 一边一个都还挺好看的 喜欢喜欢 其他两款的颜色就会稍微深一些 第一款就是这个 深紫色 其实也不算深紫色吧 我觉得它有点偏粉紫粉紫的感觉 然后这一款呢就是 黑灰色 这两款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很bling bling 然后两个都带那种爱心的小元素 这是有的黑色爱心 这个也是粉色的爱心形状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款 是不是看到这只猫 对的又是美少女战士 因为我觉得很多美少女战士的指甲片 做出来很好看 又可爱又bling 我不得不买 就很好看 我真的又试一下迫不及待 这一款呢是我个人喜欢 因为我有很多黑白色的衣服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黑白色的指甲 还有红色 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一款 就觉得什么都有 这种画画的也有 bling bling的也有 这种整个是同一个颜色的也有 所以我觉得这款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让我们试一下吧 各位我刚去找了一下指甲片胶 我发现我这次没有忘带 一大盒我都带过来了 我就说嘛 我自己怎么可能忘记这种东西 太好了 那我就不用太省了 那我就伤手了 我刚刚就是默默去贴了所有的指甲 其实我觉得这种比较快一些 就是先把胶贴在指甲上 然后把它撕开 然后这样子我就很快就把它贴上去 真的太好看了吧 我好喜欢 而且两边都不一样 这些大拇指是纯黑 这些大拇指是bling bling的 所以如果全都贴上去 会多么好看 这绝绝子啊 真的太好看了 啊还是有点小小透明 我下一个试一下这个 紫色的 我选有猫咪的那一边 大家看一下 这远的看起来挺好看的 太可爱了 这两块我太喜欢了 如果对比刚刚那个浅色的 跟这个的话 我觉得李子婷应该会 比较喜欢这种 这是李子婷 This is me 因为我平时穿搭都比较素 就是颜色都会统一的 所以我只能在指甲上 突出比较夸张的东西 哎呀看了太喜欢了 其实我这个指甲也不算是短款 我觉得应该是中短款 因为指甲一共有三个形状 就是方的圆的和尖的 然后size呢就有短款中短款长和 超级长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 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 适不适合自己的手指去做选择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下一次我再购买新的指甲片 就会来给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就拜拜 下次见